如果说我是蓝皮绿骨 或者说我是绿皮蓝骨 我觉得都不是很公平的 在台湾的立场上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派 唯一就是说 在我写评论之前 我也不会知道 我将来有一天会入到公职 所以在我写评论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媒体 我只是一个相信 我自己所相信的信念的媒体 所以我批评蓝也批评绿 我想各位到我脸上都看得出来 我对蓝对绿的皮骨不会少 所以如果说我是蓝皮绿骨 或者说我是绿皮蓝骨 我觉得都不是很公平的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一直很相信一个言和就是 在政治立场上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在台湾的立场上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派 我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立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相信一些同学对我的误解 就应该可以稍微平衡一点 不要看到我批评某一方 就认为我一定是怎样 另外一块就是 最近因为我当然这两天 有注意到这些新闻 可是我也认为 所谓的深蓝 因为我看到一些蓝银的朋友们 还有一些前辈们 其实对我都还蛮肯定的 包括赵高汤赵大佬 朱利伦主席 我觉得他们对我都还是蛮多期望的